再来关心台湾的房地产 最近几年不断的在涨 年轻人都说买不起房子 但是对香港人来说 却觉得台湾的房价很便宜 因为一般来说呢 香港的房价是台湾的四倍 那么所以呢 最近几年多了不少香港人移民到台湾 有业者就看好时机 在香港举行移民讲座 也顺便推荐台湾的房地产 请看李景华来自香港的报道 地小人多的香港走在街上挤 回到家里更挤 最近他们推出的监狱房 五平大也要六百多万台币 香港太贵了受不了 业者看准香港市场到当地举办 移民及投资房地产的奖座 结果常常爆满 因为香港和台湾房价最少差了四倍 均价来讲就差到四倍这么之多 就是单纯来讲 就是一个用台币买 一个用港币买的意思 他说有升职能力才能吸引买家 目前不少国家 为支投资房地产的比例约三成 但台湾只有1% 成长空间仍然很大 而部分想移民台湾的 更是喜欢台湾的生活环境 有写助港人移民的业者说 这两年查询移民台湾的都有一成以上的增长 大概20多岁的年轻衣族吧 可能那边穿越机会比香港高 特别是开一些coffee shop 业者还推出豪华的考察旅程 吸引金字塔顶端客户 让所有香港的人可以体验到台湾 也感受到台湾有这样的奢华旅程的潜力 跟任何服务元件 他相信台湾的服务及吸引力 可以多走高阶路线 以上是中世主香港记者李静华的报道 台湾房地产近年不断在涨 年轻人都说买不起 但对香港人来说 却觉得台湾房价很便宜 因为一般来说 香港房价是台湾的四倍 所以近年来多了不少香港人移民台湾 有业者看好时机 在香港举行移民讲座 也顺便推荐了台湾的房地产 以下是李静华来自香港的采访报道 地小人多的香港走在街上挤 回到家里更挤 最近他们推出的监狱房 五平大也要六百多万台币 香港太贵了受不了 业者看准香港市场到当地举办 移民及投资房地产的奖座 结果常常爆满 因为香港和台湾房价最少差了四倍 均价来讲就差到四倍这么之多 就是单纯来讲 就是一个用台币买 一个用港币买的意思 他说有升职能力才能吸引买家 目前不少国家 为支投资房地产的比例约三成 但台湾只有1% 成长空间仍然很大 而不分享移民台湾的 更是喜欢台湾的生活环境 有写助港人移民的业者说 这两年查询移民台湾的都有一成以上的增长 大概20多岁的年轻衣族吧 可能那边穿越机会比香港高 特别是开一些咖啡店 业者还推出豪华的考察旅程 吸引金字塔顶端客户 让所有香港的人可以体验到台湾 也感受到台湾有这样的奢华旅程的潜力 跟任何服务员件 他相信台湾的服务及吸引力 可以多走高阶路线 以上是中世主香港记者李静华的报道